今天的看新聞說新聞單元 我們交給特報主播婷如 中國網路上近期出現了一篇貼文 居然是有夫妻在網上販售 還沒有出生的嬰兒 根據了解這對夫妻黨 他是從外地到廣州打工 目前已經養了兩個孩子 但是近期又懷上了第三胎 那麼生活壓力很大 因此萌生了把孩子送養給別人的念頭 而且確實在過程當中 有人口仲介連過過他們 開了高架後夫妻是拒絕 但是這樣的行為已經涉嫌拐賣兒童罪 但是最近近年來 中國的經濟持續低迷 官員們近期是紛紛的湧向海外 向海外大力招手 期盼能把投資的資金讓他們回流 向新加坡的投資人推銷 所謂的內蒙古的稀土產業 但是官方數據顯示 中國五月海外直接投資出現 二零一八年年中以來 單月的最低表現 中金公司就被爆出大幅的削減員工的薪資 基本的工資 他的降幅是達到了百分之二十五 影響超過了兩千人這麼多 去年四月 該公司也曾經削減了百分之四十的員工獎金 甚至還有證券公司的員工 他疑似被降薪 當時和他的先生在上海外灘買了一棟豪宅 每個月的房貸是新台幣25萬 那麼他們要貸款30年 只是最終是還不出來 扛不住壓力 跳樓情深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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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